大家好,现在是2024年8月11日早上8点左右 首先恭贺我们的女子拳击选手林玉婷拿到世界奥运金牌 她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拳后啊 不仅拿到奥运金牌哦,先前她就已经拿到世界女子拳击金牌 亚洲运动会女子拳击金牌 亚锦赛女子拳击金牌,大满贯四个金牌 那之前各种中共的耍手段以性别来干扰林玉婷 但林玉婷依然不动如山啊 现在我们可以把土耳其选手,保加利亚选手,波兰选手 塞浅索彼得X,把它解释成什么 称赞林玉婷是X战警里面的女超人啊 这个X不是指性别,是指那个X战警女超人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有没有发现到中国14亿人口 为什么出不了女子拳击冠军或者男的 虽然中国大陆14亿人口这么多,他们的金牌大多不是武术项目 譬如说桌球啦,桌球他们拿过冠军,然后女子体操啦 或者跳水啦,或者田径啦,田径也大多是女孩子在得奖 但是像武术这一类跆拳道啦,拳击他们就没有 这个原因啊,要追溯到什么时候 追溯到清朝末年 清朝末年是不是发生过这个八国年军 八国年军起因就是这个全匪之乱嘛 所谓全匪之乱就是当时这个义和团 号称刀枪不入 所以要起来抵抗洋人的入侵 结果引发八国年军 那朝廷在外国人的压力之下就是要扫荡这些义和团 义和团你们知道他们逃到哪里去吗 逃到台湾来耶 那些武术大师啊 都逃到台湾来 你现在到云林哦 你还可以找到一个村庄 那个村庄就叫做义和村啊 义和团的义和啊 那个村庄就叫义和村 义和村的由来就是当初义和团的那些武术大师啊 有金钟造铁布山 有太祖权 有布基权 有青工水上飘 铁沙掌 这些都来到台湾 然后就在云林 云林的义和村这边居住下来 然后慢慢的向旁边扩散 所以现在云林啊 可说是台湾武术之乡啊 那边传出很多传说嘛 武功大师啊 譬如说 塞雷七坎 有没有 阿仙塞 塞雷七坎 还有 义贼廖天丁 都是从云林这边出来的啊 你现在如果去云林观光 你会发现 哇那边 真的就是武术之乡啊 原因就是因为 义和团 当年武功大师都跑来台湾 那第二次 第二次武功大师跑来台湾 是在1949年那个时候 这个中共窃取大陆嘛 当时老蒋很聪明啊 他运送很多国宝来台湾 不是国宝而已啊 连人啊 像那些教授啦 还有武功大师啊 他都运来台湾 所以说 老蒋虽然做了 对台湾人做了很多坏事 但是 有一些事情他是做对的 他就是 就是把故宫国宝运来台湾 把武功大师运来台湾 像那个太极犬大师 林云桥 八极犬大师 八极犬大师 我忘记叫什么 还有永春犬 永春犬没有来啊 叶问跑去香港嘛 他没有来 他应该跟 他 他其实是国民党的 叶问 永春犬大师 他是国民党 我在猜啦 他是 老蒋 老蒋命令他留在香港 准备搞活动 因为 叶问 其实也是特工 国民党特工 那 那这些武功大师 被 被送来台湾就是 負责训练 警卫队嘛 像八极犬啊 就是 训练那个 讲工的 老蒋的警卫队 老蒋的旁边那些 侍卫 你惹不得的啊 他们是 他们是八极犬大师 所训练出来的 随便一两拳 就可以杀人了 八极犬 遭遭致命啊 这个 所以 老蒋在台湾 走来走去都没有死啊 没有人能够暗杀成功 就是 因为他旁边都是武功大师 再来就是 太极犬 太极犬大师林云桥 这个也在台湾 传说啦 有 曾经 大家以为说 他只是一个老头子 七八个流氓 在街上 要向这个老头子林云桥 挑衅 好像是林云桥 建议勇为要去救一个小姐吧 然后那些流氓说 你老头子多管闲事啊 就要打老头子 没想到他是太极犬大师 两三下一波一弄 那些五六个流氓 全部被甩出去七八公尺远 根本不是对手 还有其他武功大师 金钟造铁布山啊 青工的啦 还有能够那个 飘浮的啦 真的是 真的是有飘浮的 我亲眼看过 人能够飘浮在空中 这是台湾的真功夫啊 但是你要知道大陆有没有 大陆没有真功夫的人 就因为义和团 清朝末年来了一趟台湾 第一次来台湾 再来第二次 老奖把他们送过来 所以中国大陆 其实已经没有真正的 拱服那个少林寺那些 拱服那个都是骗人的啊 那个是后来 请我们台湾的武术大师 回去中国大陆教他们的啊 那个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让这些台湾的武术大师过去教他们 但是要觉有没有教他们 没有 他们学到的只是皮毛 所谓怎样 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 你看看那个李连杰 好可怕 李连杰是不是号称公夫皇帝 他那些招式啊 电影你都看得到 真的是虎虎生风啊 那台湾的过去教的啊 但是大陆他们学到的只是招数啊 也就是你要在武术比赛 你你在耍那些 其实就跟跳舞一样 你只是练到那个招式而已 你有没有练到真正的功夫 没有练武不练功 到头一场空 练功你就是要练 内练一口气啊 你要练气功啊 你要真的打通你的任督二脉 打通你的奇经八脉 才能够到老都还很强壮 你看那个李连杰 才五十几岁而已 老成那样子 真的很可怕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 耍那些招式 你会以为说他真的是武术大师 其实他是没有内运的啊 就是他没有内功啊 他没有内运那个不行啊 那个过了五十几岁以后 整个内脏啊 经络啊 通通会坏掉 因为你小时候超成那样子 像你看呢 你现在去看大陆那些影片 你会发现连小孩子 打拳也打得 像那个李连杰那么猛 然后大陆你会发现 有些什么换金斗 一直换一直换 有轻功可以爬来爬去 那都是年轻人 你要知道那些人念的只是招式 表面的皮 皮肉功夫啊 里面那个内功都没有练 那个到了四五十岁以后 真的就没命了 就像李连杰这样啊 得绝症啊全身都是病啊 那不行啊 你看我们台湾的那些武术大师 哪一个不是活到七八十岁的啊 你看那个魏子云 魏子云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 他 他看起来就像四十几岁的年轻人 七十几岁看起来比 李连杰还要年轻 还有那个 有一个在教甩甩工的李凤山吧 那个教我们甩甩工那一个 到现在八十几岁有了吧 生如红中耶 满面红光啊 为什么 他们是有内功的啊 他们有内功啊 所以能够延延益寿啊 中国大陆不一样啊 他们只有表面的架势而已啊 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个影片 看到他们在换那个金斗 我觉得太残忍了 你如果没有练内功来保护你的内脏 你这样换金斗一直换换换 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那个等到你年纪到了四十几岁 你会子宫下垂 你会那个什么横隔膜下破洞 什么肺也穿孔 那个会没命的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 中国大陆没有那种拳棋选手 也没有那个跆拳道选手 因为他们没有内功嘛 没有在教那个什么土纳运气 没有啊 就只是一股傻劲啊 一股傻劲一直在那边念念念念 那个年轻的时候还没事哦 到老了你就知道会完蛋 当然啦 那个大陆之前还不是闹出很多笑话 就是那些假工夫大师 像那个马什么 说他有霹雳 霹雳自创什么霹雳太极如意门 然后大家都以为他很厉害 什么五连批 太极权五连批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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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嚇死人了 还拍影片说跟世界 自有搏击冠军黑人一个黑人 对打 二三下就把那个 黑人太极 搏击冠军打倒在地 大家都以为这个马姓马的 真的是太极拳的功夫高手 结果有一个年轻人 我忘记他叫什么 他都在挑战中国境内的那些所谓的武功大师 然后他就找上姓马的太极拳大师 那个影片你现在在YouTube上还看得到吗 那个姓马的太极拳大师 那个架势摆得好漂亮 结果那个学自由搏击的没练过什么武功的 就只是把肌肉练得很强健 像馆长那样 举重练举重练拳击练自由搏击就这样而已 一拳就把他打倒了 好像马国宝是不是 就把他打倒 然后其他影片你也可以看到 好多自称什么八极拳大师太极拳大师 都被那个来挑战的自由搏击选手 两三下就打倒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功夫是假的嘛 就是招式而已啦 没有那个内功啊 那个不行啊 你看李廉姐就知道了嘛 五十几岁而已老的 老的跟八十几岁一样 但是这是知道为什么吗 他里面五虎内脏全部都腐烂 开始在腐烂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没有保养 一直在那边练 翻来翻去滚来滚去 操劳过度啊 好那话说回来 这个 我刚刚看到 我要更正一下我昨天的视频 说到说有一位举重奥运金牌 曾经打闹离婚啦 然后她丈夫哭诉 那个不是奥运全局金牌 是跆拳道的啦 女子跆拳道奥运 有得牌的啦 我们不要说金牌啦 这个新闻大家应该也都还有印象 闹离婚 然后那个 那个老婆因为是跆拳道高手 当然那个账户是打不赢的吧 那个不是拳击啊 拳击是现在才第一次得到奥运金牌 就林玉婷啦 那还有什么要更正的 还有要更正的就是 我刚刚 我刚刚不小心又看到一个 很荒谬的新闻 就是又在讲旅后 那个把欺负人做成人事 现在已经很多考古 考古的东西都出来 已经证明什么 司马迁的史记 好多都是乱写的啦 譬如说他说秦始皇 魂书坑儒 把那个香山 湖南那个香山 整个砍光光变成凸山 结果那个竹捡挖出来 岁虎地 岁虎地一个地名啊 叫岁虎地 勤捡挖出来考古 考古专家吓了一大跳 怎么跟实际记载的完全相反 秦始皇不但没有把 湖南香山的树砍光 他是规定什么呢 他是规定说 哪个时候才人民啊 老百姓什么时候 才可以上山砍柴 而且砍的树木直径 不可以超过几公分 当然以前是用寸 不可以超过几寸 然后几寸的树 你如果砍下来 你砍一棵就要种一棵新的 都有规定 就连那个打猎 打猎也有规定 就是哪个时候是动物繁殖季节 你不可以去打猎 尤其是母的动物 你不可以打猎 要让他们繁殖 然后你张网 你张网捕鸟 也不可以全部都张网 你要网开一面 你只能张一张网 到现在也是这样 你不可以张得四面八方 都把它围起来 让鸟毫无生路 都不可以 当时秦始皇是有那个环保观念 然后还发现 说刘邦因为要运送囚徒 延误日期会被砍头 所以害怕才造反 其实发现不是这样 根本就不是这样 说服地勤检里面 发现说秦朝的法律 他有规定的 你如果运送囚犯 要去离山做工 你如果延误几天 罚钱而已 比如说延误三天 罚100元 如果延误一个礼拜七天 罚200元 延误两个礼拜 罚300元 但这还有淡书 如果是因为下大雨 天气恶劣 下水下雪 或者其他 无可抗拒的因素 免罚 那就免罚 哪有哪一条 是有说砍头的 完全没有 还有其他很多 结果那个 说服地勤检 现在还没有完全解读 还在读 就发现实际根本 几乎百分之七十 实际的记载内容 都是胡扯 譬如说 旅后把欺负人 做成人质 这个扯的真的很荒谬 而大家都相信 2500多年来 大家都相信 你要知道 秦朝 秦始皇规定 不是秦始皇规定 从很久以前的秦国 还是秦国的时候 秦国政府就规定 秦 可不可以叫做智 秦不可以叫做智 你只能把秦叫做什么 臀 或者西 不可以叫做智 为什么 因为秦国的始祖 他们本来的姓氏 就是智 因为最早的时候 他们是被封在一个智 这个地方 智 那个地方就被叫做智大野猪 以前周幽王 周幽王因为国人暴动 一直逃 逃去躲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叫做智 因为曾经出现一只 很大很大的大野猪 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智 一般人是不敢去那边的 因为怕遇到那只大野猪 但周幽王因为 因为是逃亡 他想说别人不敢去的黑森林 我只好去那个地方了 所以他就逃到那个智 这个地方 结果周幽王在那里 果然很安全 一住就是住了好几年 好几十五年 一住就住了十五年 到了周 周末王的时候 周末王的时候 秦国的祖先 有一个叫做祖府的 祖府的 他帮助周末王驾马车 从新疆一路赶回中原 平定了徐远王之乱 所以周末王很高兴 就把智 智这个地方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区域 一个小一片土地啊 就送 就送给祖府 然后祖府其实 他为什么叫做祖府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叫做 智啊 迪啊 用古音念就是迪啊 所以这个 秦始皇这个祖先 祖府就是 用古音念就是迪 迪乎啊 迪乎啊 祖父 然后后来被这个小小的地方 后来因为不好听嘛 你叫做智 智府不好听 后来就整个智这个地方 就被改叫做旅啊 双口旅 然后以前 以前那个 祖府 住的那个小土 那块小地方 就盖了一个城堡 后来把这个城堡叫做 造 造国的造 造成 造少康的造 但那个是后来的事情 本来 本来这个造成 也叫做 智成 都是野猪啊 不好听 所以这个 这个 智成呢 就改叫做造成 因为后来有 有姓造的人 去住在那边嘛 有其他人住在那边啊 把他叫做造 其实造也很容易理解啊 造就是周幽王 是不是造了 造啊 造本来的意思就是造楼啊 这古音啊 古音 古音 像你现在 用古音来念 人家在说逃跑 造楼啊 古音台语就是造楼啊 造楼就造啊 就造嘛 造少康的造 所以那个地方 才被 那个城啊 被叫做造 但整个地方 整个字比较大 那个就叫做旅 为什么 因为 旁边就是铝梁山 那是大野猪 所在的那个山 叫做铝梁山 铝啊 啊 粮啊 粮就是 那个 乌粮嘛 啊 因为脊梁山是不是 一条长长的 长形的 就像忍的脊椎骨 而铝 双口铝这个 铝本来的意思就是脊椎骨啊 所以脊椎 就脊椎像木梁 像木梁的脊椎骨 这个山就叫做铝梁山 所以后来就把字改为 双口铝 那 秦始皇 他们的祖先 秦国的这些祖先 本来叫做租父嘛 就租父 就是租父 就是那个智啊 智父 后来就 因为智大野猪不好听 因为后来大家在骂人家笨都骂猪啊 你是猪啊 所以就把智改为铝 所以秦国的王室才叫做 才改叫做铝 但是他们还是知道说 自己本来是姓智 然后本来以前记住的地方已经改名叫做灶 灶楼的灶 周幽王以前就是在那个小城啊 那个小城里面 你周幽王 你不可能说整个智这个地方都是 都是你 都算你的不是吗 他一定会盖一个小小的城堡 小小的城堡 这个城堡可能就叫做招楼 招楼之城堡 招楼者的 招楼者 跑路者的城堡 跑路者之家 跑路者之家 所以这个就叫做造成嘛 结果就这样 大家误会 大家误会说秦始皇他们 他们叫做他们姓赵 他们其实不是姓赵 因为这个招楼这个 本来就不好听了啊 招楼你叫秦始皇的祖先姓赵 那你是说他是像周幽王一样招楼 跑到这里 更难听 比那个猪 大野猪更难听 一样难听 你是骂人家招楼 还是骂人家大野猪 你说你骂哪一种人家比较能够接受 其实大部分 可能会接受大野猪吧 毕竟大野猪不是犯罪者啊 你招楼的就是 可能就是犯罪者 或者说欠钱的啦 怎样你才要招楼吗 大野猪 还好啦 只胖而已啊 像猪那么懒 那么胖 那 但猪还是不好听 所以就改姓驴 但是规定 全秦国境内的人都不可以把猪叫做智 因为你这样就等同是在侮辱王室嘛 你把猪叫做智 来杀智喔 台迪要吃猪肉 你说来杀智 人家以为你要造反 你要造反吗 你说要杀什么 杀智 你要杀我们国王吗 所以秦国就规定不可以杀智 但是当时的这种规定只适用在秦国 战国七雄嘛 有七个大国家嘛 只有秦国这个境内 不可以说诸是智 其他国家可不可以 可以喔 什么卫国 赵国 燕国 齐国 楚国 我都可以说诸是诸 诸是智 但是到了秦始皇统一全中国 他又重新办了一次命令 他规定 所有中国 他征服的这个所有中国的境内 所有人都不可以说诸是智 然后你看那个死记 死记打领自己 他就有记载 他说 刘邦 推翻秦朝建立汉朝之后 延续秦治啊 就是延续那个秦朝的规定 所以那个时候 秦一样不可以叫做治喔 到了西汉 一样不可以把秦叫做治 因为他一切的规定 连法律都是延续秦朝的规定 秦朝是俊宪制嘛 汉朝也是俊宪制啊 那那你想你想想看嘛 那人治到底是什么 人治绝对不是人诸嘛 因为当时是有规定 是国家规定的 你不可以把秦说成治耶 你把人治解释成人秦 那就代表什么 你违反这个法律规定啊 这个要罚款的 就好像台湾早点说 你不可以说台语 你说台语要罚钱 就是这样啊 那那人治到底是什么 人治其实就是所谓治啊 在西汉那个时候 你不信你自己去可以查资料 就是键 键上面有一个挂键的地方 那个挂键是不是要有铁链 铁链或者绳子 然后你把键要挂在墙壁上 就是把这个链子挂在铁钉上 而这个链子跟键铁接触的地方 会有一种用铁做成的东西 来让铁链串过去 而这个东西就叫做治 这个东西就叫做治啊 人治是什么 人治就是说 所以所以治隐身代表什么 就是宝剑 因为这个治是宝剑上面的东西嘛 要有这个治你才能够挂宝剑 把你的宝剑挂起来 或者你要拿宝剑 这个治拿这个治上面的链子要拿起来 这个都治是很重要的东西啊 所以说治就代表宝剑 那人治就是什么 人 人 然后他是负责拿宝剑的 人治就是人负责拿宝剑的人啊 你在皇后旁边拿宝剑的女人 就是什么 女卫队啊 你说皇帝旁边有没有语林经 有没有四位警卫 有啊 皇后旁边有没有 皇后旁边的那些女卫队 也有啊 也有女卫队啊 而妻夫人就是什么 妻夫人就是人治 就是女后的女卫队 而妻夫人的爸爸妻塞 妻塞是刘邦的南卫队长 这个不是我乱讲的 这史记有记载 妻塞 妻塞是当时的皇城啊 禁卫军统领 就叫做妻塞 妻夫人的爸爸 所以说妻夫人有没有功夫 有嘛 谁教的他爸爸 他爸爸有功夫 然后他保护 保护那个 刘邦 然后他女儿保护谁 保护刘邦的老婆啊 然后又奸什么 又奸 奸刘邦的爱妃 我研判啊 就是 妻夫人本来是在保护 刘邦的老婆啊 因为常常出现在 女后的旁边嘛 刘邦会不会看到 刘邦会看到啊 看到说哦 你那个女卫队啊 又捧你手 又会跳斗奶舞 又高又漂亮 不然让我纳为妃子好了 而且他又是你的 女卫队队长 这样他又可以当我的小老婆 又可以保护大老婆 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所以这个就叫做人质啊 那你 你想想看 他爸爸七塞当 当这个 当时叫做中尉啊 所谓中尉就是皇城 长安城 长安城 首都长安城 是不是有个皇城 那个有城墙保护 然后皇宫是不是在里面 里面还有一个内城 就是皇宫 然后守护皇宫的就是七塞 然后守护那个外城的 也就是整个长安城的 那个叫做执金吾 或念作执金玉 执金玉 然后守护里面皇城的 就叫做中尉 那个就是与林军的 晋卫军统领 七塞 那一定要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才能够当皇宫的守卫者 保护皇帝跟皇后 这当然是要最信任的啊 那七塞为什么会被信任 他女儿就是 女后的护卫队 也是皇帝的妾 你说这样还不够信任吗 这个 丈母娘跟这个岳父 岳父就 刘邦的岳父就是七塞吗 七塞保护 保护女婿 女婿是皇帝 这当然是最信任的人啊 然后你说 女后如果真的杀了七夫人 把她做成人质 照道理说 会先处理谁 一定要先把七塞处理掉 才可以啊 七塞死了 换别人 换一个不姓七的 跟七家完全没有关系的人 来当皇宫守卫者 这样旅后才安全啊 但是你们给她看 七塞 七塞哪个时候才死的 七塞是在捍费第六年 捍费第六年 她才死耶 而 欺负人是 按照实际的说法 她是在哪个时候 就被 做成那个 人质 是在 捍费地 即位的 第一年 捍费地 即位 七夫人 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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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人质 但是 你看 史记上的记载 七塞 一直到捍费地 六年 她才死 而死了以后 是谁 谁来当 那个 皇宫的守卫者 叫做 七毒龙 同样姓七 毒龙 孤独的毒 龙啊 就是 龙 按照道理 以后 除了皇帝 能够取名 叫龙 以外 一般人是不能 不能取名 叫龙 当时 那个七塞的长子 七塞的长子 叫做 七毒龙 你们不觉得 很特殊吗 竟然 不是皇帝 你的名字 还可以 还可以叫做龙 这很特殊 这就代表说 七家 对刘家 对刘邦 对吕后家 是多么重要 多么的恩宠 所以 七塞的 也就是 七塞的儿子 也就是女后 也就是 欺夫人的哥哥 名字竟然可以叫做 毒龙 按照道理 你不可以叫毒龙 毒龙就是 就是皇帝的意思 开什么玩笑 毒龙 是不是毒 是不是孤家寡人 那个孤独的毒 皇帝都说 自己是孤家寡人 然后我是龙 我是龙的化身 所以这个就叫做毒龙 但是你看那个史记记在 多好笑 七塞的儿子 叫做七毒龙 他继续守卫皇城 再来 七毒龙死了以后 七毒龙的儿子 继续当警卫 守护皇城 总共 因为这个七塞被封吼 那个吼 不知道叫什么吼 三个字的吼 我忘记 反正是地位很高的吼爵 一直传到五代 七夫人 他们七家 在西汉都是位高权重 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 才因那个轴金案 轴金案就是汉武帝说 你们要纳贡各路诸侯 各位侯爵 各地的侯爵 你要纳税 你都要用黄金 要用黄金 而且要99.9 要很纯的黄金 来纳税 这个叫寸金 轴金案 像现在台湾的黄金 你去银楼买黄金 也都是99.9 这个就是 按照古代的比例 来制造的黄金 但是当时 各路诸侯 都被拔去那个侯爵 贬为平民 为什么 汉武帝说 你缴纳的黄金 检验的结果 没有99 不是99存金 97而已 或者96 你是不是在里面 给我参筒 就这样 你百口莫辩 汉武帝故意的 就是 红了太多侯爵 这个 想要减少一点 要中央集权 你侯果那么多 中央的权力就少 为了把这些侯果都给它消灭掉 就用这个当借口 所以那个七家 被除去侯爵 贬为庶民 是什么时候 是汉武帝的时候 距离里后已经150年了 距离五帝已经100多年了 所以说 如果 如果 七夫人真的那么惨 被做成人质 女后一定要先处理谁 一定要先把七家给除掉 首先要除的就是这个 七爸爸 七塞 他不能再当中卫 对啊 但历史上不是这样 他们一直当高官 一直在传了五代 传了五代 传到汉武帝才被贬为平民 你现在你到那个长岭 长岭就是埋葬汉武帝跟旅后的地方 汉武帝的陵墓叫做长岭 这是中国很有名的双人种 就是汉武帝旁边买的是旅后 然后他们两个人的前面就是 有一排就是汉武帝的那些妃子 另外一排就是那些开国的将军 结果你会发现 七夫人的魂墓也在那边啊 七夫人的魂墓就在那一群后妃 也排在那里面啊 你说如果旅后恨七夫人恨到 把他做成人猪 怎么可能让他的坟墓还 死了之后还能够陪伴汉武帝啊 那还能够陪伴刘邦啊 那根本就矛盾嘛 如果旅后真的把七夫人做成人猪 他会怎样 先贬去七夫人所有的爵位 把他从贵妃贬为素人 他本来是夫人啊 七夫人那个夫人 夫人是爵位哦 就是仅次于皇后的爵位哦 很高啊 算是第二等高的 他应该会把他夫人这个爵位 拿掉 贬为庶民 你被贬为庶民了之后 你的魂墓能不能站在长岭里面 不能啊 你是平民 你怎么可以跟皇帝站在同样一个陵园 不能嘛 所以说现在考古 现在七夫人的坟墓就在长岭里面啊 那你还要说什么 这还用争辩吗 这已经可以证明说 死记就是胡乱讲的啦 而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要贬低吕后啦 而这个也得到什么 贬低吕后 有没有得到姓刘的支持 有 因为 我说过了嘛 秦始皇是不是姓吕 而吕后也姓吕 你要知道吕后的爸爸 吕后的爸爸 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吕后的爸爸到底是什么大人物啊 史记说他是大富翁 本来住在一个地方叫做善 就是单 单数双数那个单啊 但是你如果当人名或地名 要念做善 本来住在善 然后说躲避仇家 所以就逃到沛县来 然后沛县的太守 沛郡的太 沛国啦 小沛 沛国 沛那个时候是一个国家的太守 很大哦 算是沛那个地方 除了 除了那个沛王以外 最大的地方行政长官 就是那个太守 竟然怎样 亲自 接待 旅后的爸爸 旅文 也就是或叫做旅工 亲自接待 旅文还为他办了一个什么 桥迁大宴啊 你如果是普通的一个平民 一个大富翁 你说有一个太守 会帮你举办桥迁大宴 桥迁大宴 洗开摆桌 还规定 说你如果你包的红包 人家桥迁你要去吃喜宴 你要包红包嘛 你 你这个三 三千两的 你哪三千钱 你红包里面是三千钱的做上位 两千钱的中位 一千钱的 做 这个第三位 一千钱以下的 就只能做外围 就是因为这个桥迁徙 才让刘邦闯进来 刘邦就被萧和 萧和当时是 太守府里面的一个公务人员 他就负责在门口 管制那个来送红包的人 没有红包的就不能进来 没有邀请函的不能进来 然后那个刘邦就说 我要 我要 我要进去啦 我要进去 萧和说你有没有邀请帖 也没有 那你有没有带红包 也没有 他说有啦 刘邦说有 那萧和说 那你带多少 一万钱 哇 萧和一听 真的啊 假的啊 一万钱 一万钱拿出来看看 刘邦就拿一个红包带出来 空的 空的 萧和很生气啊 你在闹什么啊 里面是空的 里面没有钱啊 这个刘邦 还是要进去啦 因为他就是要去 蹭吃蹭 结果就这样 惊动了那个 吕夫啊 吕文啊 惊动吕厚的爸爸 他就出来看 看到 他会看相嘛 他说 他心里暗自 惊讶说 哦 这个 这个人不简单 就 就让刘邦进去 坐在上位 后来竟然把 把他女儿啊 嫁给 刘邦 小刘邦 15岁 吃根本就是保育器嘛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 刘邦已经四十几岁了 四十几岁 娶小他15岁的 好吧 那你们想想看嘛 吕厚的爸爸 是何许人 一个太熟 为了 为了他 洗开摆桌 他场面搞得那么大 而且你要来参加宴会的人 你红包要三千 三千钱 两千钱 一千钱 才有座位坐呢 你就知道说 你有资格去参加的 一定是 有名望的人 不是阿猫阿狗 能去参加的 这代表什么 这个女后的爸爸 一定是皇族啊 就是皇族啦 你想想看嘛 这很容易理解啊 不然你 如果是一般平民 你很有钱好了 以前那个很有钱的是商人嘛 商人地位很低耶 叫做白衣啊 以前的商人 只能穿白色的衣服耶 地位是最低的啊 所谓四农工商 有没有 中国传统的 说法就是四农工商 商是最低的 你不可能为了一个阶级最低的人 太守亲自哦 洗开摆桌 而且太守还说什么 他要娶女后为妻子 你们想想看这个 这个女父啊 女后的父亲 绝对不是普通人物 其实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秦始皇 我研判的啦 秦始皇十八个儿子中的一个儿子 他是秦始皇的儿子 李文 但是你要知道了嘛 当时已经天下快要动乱了嘛 所以所谓躲避仇家 躲避仇家就是 李文 秦始皇的一个儿子 他知道这个秦始皇快要动荡不安了 他就准备怎样 远离长安 他才会来到配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太守知道他是皇族嘛 他是秦始皇的儿子嘛 就要好好招待啊 这当然要好好招待啊 搞不好将来有一天这个儿子 会当上皇帝也不一定 这个李文 搞不好还有机会当上皇帝 所以他才要娶他的女儿啊 而且其实你 从他女儿的名字 你也知道这个来头不小 一般人能够用帝制的字当名字吗 你想想看也知道 字啊 吕智啊 这个智是鸟耶 那是 智又叫做帝智 是皇家皇家的皇家之鸟 你要知道秦国 秦国是属于什么图腾的 秦国是属于鸟图腾的 所以鸟图腾 所以皇家的女孩子 长女 可以用鸟当名字 所以女后才叫做智 因为她是皇家皇家王的长女 也就是长公主 所以她可以叫做智 但是为什么 史记司马迁他们绝口不提 吕智的真正身份 不祥啊 在史记里面是不祥的 你们不会觉得奇怪吗 你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然后太守要招待你 你搬家来 你从上线逃亡 搬家来我们配线 我离你 搞不好按照道理 你想逃亡来我们配国 会不会被拒绝 会 太守可能会拒绝你 说你是不是在外面犯罪 犯法欠人家钱 你欠人家钱你逃亡 你要侨迁来我们这边搬家到我们这边 我们不反映你 我们不反映来路不明的人 我们不反映那个罪犯 一般会这样 尤其是秦国那个法律 秦国法律不是有规定吗 你乱迁徙 这是不行的 这要正当理由才行 秦国那个时候还没有灭亡 所以秦国的法律还在 所以说 这个旅后他就是皇族 然后死记 因为天下已经换成刘家了 你当然要把秦始皇 他们旅家的所有一切都 都把他贬低 连那个秦始皇到底姓什么也不讲 死记里面说得很模糊 他只说秦始皇他们 他在有一个地方说 可能姓驴 可能姓双口驴 另外一个地方又说 姓赵 死记就这样打模糊杖 好 谢谢参观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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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 我 谢谢大家